你搞哲学的 搞文学的 为了提倡人类之爱 你应该讲这个文化和那个文化很像 和大家都有共同性 但是作为研究历史的人 可能更多的是讲它不一样 如果你太多的强调一样 你没法解释中国和日本 为什么在后来现代化的道路 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日本它跟中国的差异 其实并不来自于思想的差异 而是来自它背后语境 也就是政治和社会的差异性 决定了它思想的不同 所以我们一直就讲 思想史并不完全是只是单纯的 就思想探思想 它实际上是背后的政治和社会 影响特别大 在中国这种思想文化传统里面 流放占你的位置 是不是毛若阳挺核心的 应该是古代讲九行 它流行是一个 古代中国攀土重泉 对于流放的恐惧的传统是比较厉害的 大家都认为把它放逐到一个边缘的 或者不太好的地方 也是对它一种惩罚 比如说王昌磊 放逐到夜郎 就是现在咱们这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 是流放者之乡 王昌磊 对也是流放 但是流放再造了他 你说是那么说 我们很多搞历史的人 最容易犯这个错误 总是后见之明 我觉得是事后追忆的结果 比如说王昌磊没有凭江西藤豪之乱 和广西大藤霞成为大人物 他是不是能够后来说 悟道的这个地方 是他一生的转折 造就了王昌磊的思想学术 我们现在有很多是倒着说的 我如果那时候没考上大学 在供销事里面干着 后来当个小科长 孩子生活也不错 可是大田那三年 对我什么作用 没什么作用 然后就咱们坐在这 我还是想问您 比如说对于一个 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门外汉 听到这种词 什么心与理 知情合一 就是怎么把它放到 历史框架中理解 比如后来人 这么多的人会感兴趣 带着这么大的轰动 很多所谓的原来 本来简单的道理 没有那么玄乎 后来的人呢 都要把它讲得越来越深刻 原来那孔子没那么玄乎 结果你们就把孔子解释成了 好像思想深刻的 包容现代性的 那还得了 就是加上了很多自己的体会 甚至有时候 那种体会是不对的 完全离奇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朱熹 朱熹接到宋孝宗的命令 让他出山 非常兴奋就写了一首诗 埋头书策无了日 不如抛雀去寻春 其实朱熹和陆九元是好朋友 就是陆九元跟他讲 这下好了 你总算见到皇帝了 可以直接把你的意见 告诉皇帝了 朱熹高兴了吗 埋头书策无了日 不如抛雀去寻春 我要出山了 不就这意思吗 可是被他们解释成 朱熹受陆主研的影响 他把客观维新主义 逐渐转向主观维新主义了 不去寻找知识 寻求真理 而是直接的去触摸世界 就像胡塞尔说的 我直接面对现象 有那么悬护吗 我觉得现在的 好多这种所谓理论家的 他的毛病就想太多了 想的想的都是不是人家的 是你自己的了 是吧 理论绕过来绕过去 绕过绕过绕过 结果反而是跟那个事实 根本之第一的巴掌 所以历史学家不能搞文学 你要是说诗歌让我们这些人一剪 就剪完了 剪得一塌糊涂 就有点像 拿X光机看美人 那点暧昧朦胧都没了 没了 这是搞历史的坏处 可是我们过去 因为很多做思想史的人 是搞哲学的地方 他们不爱讲历史 或者说把历史语境 跟思想剥离开 对 脱开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 他们做的很 说服不了人 但是他们又很 恨我们这种做法 就是说你们这种做法 等于是把思想降低了 把思想优俗化 还会觉得是吧 都是跟现实利益 跟什么生活处境 跟他甚至吃喝玩乐 都连在一起了 所以我在思想史里面 包括讲先情两汉 我写得好像很多人批判 我说写得那么简单 天哪 那深刻的都是你加上去的 包括您写的时候 怎么去想象他们的思想世界 以及生活世界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一句话 就是说重建当时他的生活环境 那这个就给我们带来很多艰难的任务 就是说你要看非常多的东西 你心里面至少要有那个感觉说 那个时代不是跟现在不一样的 然后那个时候他能够接触什么 甚至包括他吃什么什么喝什么 这都要考虑 就是对他后来的思想的理解 增加了一个语境 对 但比如说 开始动笔写这么这样的书的时候 这是个浩瀚的工程 这么长的一段历史 哪个时期你写的时候特别兴奋 那个时段特别灿烂 有意思 很难说 因为比如说1895 其实我们早就有个看过 中国的近代史不应该开始于鸦片战争 真正根基的撼动和整体向西转 是1894 1895被日本打败 他觉得是七尺大陆 才开始要转变 巨大的羞辱成生 最巨大的羞辱 跟王阳明一样 被人家脱了裤子打屁股 他就要根本的去想问题 说我再也不能依靠皇帝了 又比如说我写那个盛世的评语 我就很得意 也很兴奋 或者说觉得过去没有人这么讲 填补一个好像是一个空白 我们看所有的中国哲学史 中国思想史 唐初到圣唐 618年到755年都空了 为了填补这一块呢 有些人拼命发掘唯物主义 但是都不像样子 我就想到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圣事是平庸的 因为财学都用在写诗歌上头 没有那个吃过苦 没有流放过 没有产生危机感 没有一个思想深刻的 所以我还特意在前面写方法论的时候 写了一段叫做无画处也是画 我们能不能写一个没有思想的思想史 所谓没有思想是指的没有精英的思想 或者说没有特别天才的 其实你看我们关注很重 你说昨天我们到大田 你像老海他们这样的人 他代表了相当大 相当大的人 你比如说他对他的药 今天早上我还给他看那个药 后来叫人去买了 他有多少思想 但是他的焦虑反不反映这个时代 反不反映这个时代 一个普遍观念 其实很多人 就是做学问的人 可能他就不关心 可是你思想史如果缺了这一段 那算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其实当时写盛世的平庸的时候 其实脑子里面想的就是这个 想的就是 现实的有呼应 对 所以最后我的思想史出来以后 批评的也很多 罵的最多的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去写什么 一般的思想知识和信仰 一般哪有思想 精英才有思想 有些人他根本就没体会到 他要是像我那么在大田待过就行了 其实我当时看 最喜欢看你写的一般的思想信仰那块 我就有意思了 你如果是真的去接触过 接过地气 就跟他们的感觉就不一样 另外就是说 最早是我给学生讲课 我一觉得他们学思想语 这好像都很差 我心想那怎么行 所以我就说我自己来讲 结果就一边写一边讲 而且我那个时候写思想语的时候 其实心中一个很明显的搏斗的目标 有一个假想敌的气息 实际上是在 因为他笼罩性太强了 可是你不把它解放出来 怎么办呢 所有的大学生都在学的 实际上是都是学大学 跟王阳明要从柱子里面解放是差不多的 王阳明 王阳明也没最后也没解放成 我们大概最后也要解放成 当时你不是我看您回忆说 本来是希望自己去插队 妹妹就不用插队了 就还去了 是吧 还是得 他下的那个地方叫大猫山 就是以前老虎出没的地方 第一次分到这个村子是什么感觉 是怎么过来当时 我们坐大卡车 可是那个车只能开到大田 后面的那十里路到白蜡的那帮人 就得走路 因为我是坏分子 反革命分子 而归在大田 要人监管 要看着 对 你当时带什么行李记得吧 很简单 被子 褥子 一把锄头 这么大一口 铁拨 政府发的 我们刚去的时候 已经帮我们搭了一个棚子 底下搞个灶 就当天晚上 叫我们自己到山上去捡点松树 掉下那个毛 就做饭 哇 那天还下雨 觉得好凄惨 因为我们那没电 晚上特别黑 那时候会觉得绝望吗 人生可能就这样 没有还好 因为大家都想想 大田村有多少人 大概一百个人 那你跟他们都很熟吧 应该 不熟 不熟 主要的就是杨家这边的三家 但是有些人他不会想 普通 他们怎么看你这些知青 他们不喜欢我 因为你来分他的粮食 土地就那么多 他要分一份口粮给你 还有一个就是说 觉得你们也不太像 要接受我们的那一套子 好像跟他们格格不入 你们又不会干活 肯定不行 到了 大田招呼站 修了这么多的砖房 这是十年前都没有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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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 等我啊 我说一样的话 你什么叫什么 我说一样场面 你叫什么面 好 哎哟 哎哟 我听见你烂 我就自己还等啊 哦 算了 老海咧 老海在家 老海在家 老海 我去先去看看 老海 那在家 哎 老海 哎呀 你们先去看看 老海 老海 你干嘛 老海 四年没结 四年没结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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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先去救 没事 就跟他在一起 我住在他家的那个 骨仓的那个 仓的那个上面 哎哟 老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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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一下 对 你先找一下 我带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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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带帽子 哎哟 哎哟 你再带带下来 我带来 房子宽 我带来 房子宽 你给房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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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不行啊 我去房子宽 很穷 比以前好 那时候他住在哪儿 当时葛老师住在哪里 我住在他们那个骨仓上面 现在没地儿 现在没地儿 还有 还有 还没地儿 有 我去找找 我去看 我去看 这蛇就会跑来跑去的 他家没有 我们那个房子 那是那边 有一天晚上 吓死我了 两条蛇跑出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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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